欢迎来到美厅 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就是做到这四点 有网友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里人物基本都是男人 所以我想问问什么样的男人最有魅力呢 什么样的男人最有魅力呢 我认为时代不同文明程度不同 标准就会有所区别 比如说在封建社会 一个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并不为奇 曹操正妻以及后宫可考察到的就有多达十六位 但在今天却不一样 这样的男人就是渣男 道德不允许 法律更不允许 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化 有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特质 让一个人光芒万丈的特质 仍是不会改变的 在我看来 一个男人如果做到这四点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 在什么样的国度里 都是最有魅力的 一 大度 心胸宽广 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周瑜 可以说是历史上被黑得最惨的豪杰之一 在小说三国演义里 周瑜被塑造成一个气量狭小的善妒者形象 纵有惊天伟地之才 却心胸狭隘 不能容忍 诸葛亮三七周瑜 是小说中最为快智人口的经典情节之一 周瑜临死前仰天长叹 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感慨 寄生于何生量 但实际上 正史中的周瑜 也就是真实的周瑜 并不是这样的气量狭小之辈 而是为人性度挥阔的豪杰英雄 性度挥阔的意思是 性情和度量宽大 开阔 心胸开阔 气量宏大 待人接物 谦虚和气 成于隐纯自罪 常用来表示和宽厚的人交往 就如同饮了美酒一般 情不自禁的心罪 令人静服 这个典故的原形 说的就是周瑜 周瑜是当时江东青年才俊中的杰出代表 老将成普对他并不买账 经常以老卖老 给周瑜脸色看 但周瑜始终不与他计较 总是礼让三分 处处克制和谦让 最后让成普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打心底里 佩服周瑜的为人 成普对身边人 说了这么一句话 和周公锦交往 就像喝美酒一样 不知不觉就醉了 为人大度宽容 心胸宽广 我认为这是有着顶级魅力的男人 应该有的第一个特质 一个小肚肌肠 心胸狭隘 习惯斤斤计较 极闲度能的人 最终是难以干出成绩的 同时也是令人所厌恶的 自古以来 皆是如此 二 努力 能力出众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 也都崇拜英雄 所以 对那些有本事的人 往往会另眼相看 在小说《三国演义》里 虽然大多篇幅 讲的是战争和权谋 但其中也有不少感情戏 除了周瑜和小桥外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有两对 吕布与貂蝉 刘备与孙上香 先说吕布与貂蝉 虽然貂蝉是受一夫王云所托 周璇与吕布和董卓之间 令其反目成仇 但貂蝉对吕布是有真感情的 吕布永贯三军 是当时数一数二的猛将 人中吕布 马中赤土 这可不是乱说的 这样一个相貌堂堂 能力出众的男人 是极具魅力的 再来看孙上香和刘备 孙上香贵为孙权的亲妹妹 性格刚烈 一身豪气 正知人生妙龄 得知哥哥 要将自己许配给一个素伪谋面 且年长自己三十多岁的老男人 他是非常抗拒的 但他后来还是嫁给了刘备 一是出于责任 为大局考虑 二是他对刘备并不那么反感 其母亲吴国泰也同意这门亲事 乔国老陪着吴国泰 在甘露寺面见刘备 乔国老如此评价道 玄得有龙凤之姿 天日之表 更坚人得不于天下 国泰得此家序 真可庆也 在他们眼里 刘备有龙凤之姿 英雄之气 是干大事的人 所以年龄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努力进取 胸有大志 且能力出众 才华横溢 我认为这是有着顶级魅力的男人 应该有的第二个特质 为什么说一个人 认真工作时的样子最有魅力 道理也是如此 人都有英雄情节 都喜欢正能量 越是优秀的人 身上越是光芒万丈 三 对家庭负责 有责任感 长板坡之战 成就了赵云 赵子龙单其救主 于万军从中救回公子阿斗 名震天下 也成就了刘备 怒摔儿子阿斗 换来了心疼下属的好老板美名 也笼络了手下人的心 但这场仗也毁掉了刘备 很多人说刘备是假人假意的伪君子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 刘备薄金寡义 多次于危难之时 抛妻妻子 赵云就阿斗这次 已经不是刘备第一次在逃跑时 抛下妻儿了 当时屯兵小配被吕布击败时 刘备就曾抛下过他们 后来被曹操打败 又抛下过妻儿 坦白讲 刘备的这种做法 确实挺薄情的 对家人太不负责了 或许是因为她的身份特殊 她所要负责的对象 是大不对 是要雇打局 但从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角度讲 刘备很差劲 不算个男人 我一直认为 一个男人最大的魅力之一 就是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 为家人遮风挡雨 保护他们 照顾他们 实际上 这种特质 不仅仅是对家庭 在生活和工作中 都是如此 犯了过错 不推卸责任 敢于承担 做事认真负责 用心对待 这样的男人 真的极有魅力 4 正直忠诚 有原则 关于为什么能成为武圣 骁勇善战 武艺高强 是一方面 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 关于重情重义 对刘备足够忠诚 关于被俘 进入曹营 即便曹操 对他在礼遇有加 封侯次绝 还送财宝 送美女 关于始终不为所动 在得知刘备的下落后 千里护嫂寻凶 这便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的故事 每次看到关于过五官 斩六将 护着两位嫂子 千里寻凶这一段 我就觉得 关于真的太酷了 人生若得这样一兄弟 足矣 正直忠诚 做人做事有原则 我认为这是有着顶级魅力的男人 应该有的第四个特质 演员朱亚文 有一次上综艺 节目中有个游戏环节 需要他将无心抱起来 结果朱亚文拒绝了 他说 对不起 我已经结婚了 界限感是个好东西 一个成熟且优秀的男性 往往都懂得与异性 保持界限的道理 朱亚文曾在接受采访时 说过这样一番话 性感和浪是两回事 我性感 但是我不浪 我有限而宝贵的性感 可能除了我太太以外 就是在角色身上释放一些 出道至今 这位被誉为行走的 荷尔蒙的男人 几乎没有任何绯闻 其好男人的形象圈粉无数 对朋友忠诚 对爱情忠贞 这样的男人 浑身都散发着光芒 如果你是一个男性 希望这篇文章 能给你带去一些思考和勉励 一个人可以挣不到很多钱 但我们一定要努力成为一个 有责任 有担当 有格局 有度量 有原则的人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